邓文迪92岁前夫迎来第五婚,称是最后一次恋爱,被调侃人老心不老。 3月21日,据美国新闻网报道称,邓文迪的前夫莫多克将于近日迎来第五次大婚,新娘是小他26岁的安莱斯利。 据悉,二人早在去年9月就相识相恋,并迅速决定要携手对方走完人生的旅程。 对于莫多克来说,他情势丰富,结婚似乎都变成了家常便饭。 作为世界知名富豪,莫多克的财力和影响力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。 多金的人也多情,莫多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他曾有过四段婚姻,每一任老婆都不简单,因为涉及到财产分割等问题,几乎每次离婚都会登上头条,闹得沸沸扬扬。 他的前任中最被国人知晓的就是邓文迪了。 当时邓文迪是莫多克的随行翻译官,二人迅速相恋闪婚。 婚后,邓文迪为莫多克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小公主。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,两人的婚姻关系仅仅维持了14年的时间,便走向了据点。 离婚后,邓文迪抚养两个女儿,经常带她们出席活动, 结识名人,将她们培养得自信又美丽。 转眼间,莫多克也到了92岁的年龄,还能找到爱情也算是一件幸事。 我们也祝愿她们婚礼顺利举办,幸福长久。